搞潮過去幾年 在中國內部不僅是明星 富二代正二代事實上都非常高調 炫富非常奢華 這次習近平直接打 他就說資本圈跟娛樂圈爛透了 我想第一個目標開刀就是華為 大家知道這個任正非的女兒 大家都知道之前就是孟晚舟 孟晚舟他是做接線生做秘書 可是另外還有一個華為小公主 這個華為小公主可是不得了 這是任正非最愛的一個女兒 她叫做姚娜 從母姓 這位華為小公主之前出了一張照片 是她的畢業照 哪裡的畢業 是哈佛畢業 聽說全中國大陸那時候在選四個哈佛裡面 她其中之一是不是用錢買的 不知道這文筆是不是用錢買的 照片出來之後因為是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竟然不穿畢業照 她穿一個藍色的星空服 旁邊再做一個蛋糕露一個mark 極盡覺得說她是一個公主 另外有一張照片也傳出來也是姚娜她的這個照片 這個裡面是說她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小小的一個玩偶 大家網友就是祈禮 她一個照片裡面放一個叫小玩偶 那個玩偶聽說八萬塊 她不只喔 她玩偶後面出現了一堆酒 這堆酒奇怪了這位小公主怎麼喜歡喝酒 喝名貴的酒 然後前面加後面說的酒加起來聽說光酒就值得一棟房子 所以那個真的是奢華這到底 但是她這樣畢業是學霸嘛 可是問題是最重要是說她生日那天又變成一個聚焦了 大家都做個小生日呢 她不是她生日的時候告訴大家我正式出道 出道什麼 我做MV 我跳動感舞曲 那這個她會講說所有的這個教材我都打破 要開始寫公主的傳說 那另外大家就網友就看她的動感的這個舞 這個跳舞跟她的歌聲 網友說你連去選秀的資格都沒有 沒有你大概是用錢去堆出來了 可是她也蠻上進喔 她之後MV出來之後開始代言這個長城汽車了 所以她的很多的廣告都已經慢慢的出來 那有人說你這個華為小公主是美國公主 她說我在美國只活了只生活了三年多 其實都是靠我自己的 這個就是我們來講說這個華為這個部分 但是剛剛跟林冠提到其實中國有很多富二代 這些富二代其實極盡昇華 我要講一個就是一個浙江的有一個叫做海鴻企業 它是一個做藥的一家公司 這位老爸花了四十年從一個鄉鎮一個小小的公司 成鄉的一個企業變成上市公司 可是兒子不爭氣兒子愛賭 一賭賭多少 大家可不知道一把賭下去五億人民幣 這五億人民幣賭賭賭輸了之後怎麼辦呢 把他爸爸四十年來的股權慢慢的賣掉 賤賣 還債就還他的持股把他的持股去掉 那另外一個三西首富也是一樣 三西首富他也是一樣 他總市值能夠到他叫做海鴻企業 總市值可以到五十億人民幣 各位都不知道這五十億怎麼樣 後來什麼也是賭光了 所以大陸的很多企業都這樣 但我們想香港 香港有一個叫華蘇的 這個曹達華 他那個時候是一個飛黃在六零年代 是一個大紅大紫的一個隱形 後來他自己也做製片 買很多戲院 但是他一夜之間在香港裡面也賭 賭輸了幾千萬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一落千丈 那另外像說我們台灣人裡面有個歌手 王傑大家都知道 王傑其實過去你不要看他歌唱那麼好 他其實移民這個加拿大溫哥華的時候 他曾經什麼 喜歡賭兩把又要玩車 當天聽說一天也是賭了好幾千萬的這個 一日就毀之一旦 說另外 我們看國內裡面還有一家 之前我認識的 這非常誇張啦 叫做何旺 何旺善貴公司 有一天我在海峽會碰到他 所以老闆劉永翔說 高超啊 我宜蘭那邊買下一座山 他說買下一座山要做什麼 他說要做俱樂部 好做俱樂部的時候他跟美商要做一個俱樂部 那開始炒作股價 那時候炒作股價何旺的股價18塊 慢慢的炒到74塊 後來炒高了之後 跟人家講說沒有我這個計劃停頓了 好開始什麼 他最重要是他在國外賭 我聽說賭了7億 賭輸7億 好那他就把何旺這家公司裡面的 做人私人帳目就還他的賭債 還他的賭債 就是掏空 總共前前後掏空50億 何旺的 何旺的資產 最近大概是最近被判刑 最高法院定業 他從10年半降到9年 但是還是要進去關 好我們稍後回來